欢迎观众政府积极推动团来的外投风气 透过围车角落结尾 国民众在团来的国素材都有选择好看 教育报公布一百空八年台湾外投风貌 以及专民外投立日都报告显示 欢迎观众政府外投立有明显提升 并且也得到团区人口五十万基胜作别的第一名 未来观众也将会继续提供提升团来的外投风气 欢迎观众政府透过围车角落结尾 和观众真的业务职合作 平时来拜出这么多菜让民众可以来自由外投 同时来提供观众的外投风气 这次欢迎观众也得到教育报外投立 观众政府靠五十万以上做的第一名 我们的乡亲大家对于阅读这样的一个热爱 所以我们非常难得得到108年教育部公布 台湾阅读力还有全民阅读力 超过五十万人这样的县市的一个城市 城市比较当中的我们获得全国第一名 我想这是非常难得的 透过教育部对我们的一个肯定 那我想我们慢慢的希望把这个阅读 变成一个日常也变成是一个风气 那也提升大家对于阅读的喜爱 围车角落的各位母亲在专官 他在兄弟都来试点 甚至口大志加以台中南岛 因为母亲粉丝官还没有自己的官吏导书官 恐怕表示日后将来进出建设 继续推动困难的多风气 那同时我们在20乡镇当中所推出的 微测角落 那不只是有很多的店家响应 大概超过100个店家 那不只是云林县 包括台中市嘉义县 也共同的小应 南投也共同响应 那甚至呢我们要进军 我们7-11 把这个微测角落来扩档 依据这样的数据 平均大家阅读的这个需求是有的 那为了满足更多民众对阅读的这个需求 我们也在努力争取 云林县县土总图的这个成立这样子 许多部和汽阳以前影响 军令官文官署 读书馆亚中委3月28号 至4月13号 来占听在读书馆来面 外头设置顿博物 但是就设置顿博物 刷幽然有的进行 便在减着 刚时间来接管的因素 没来超过50人 在这个防疫期间 我们也就是针对防疫的这个前线 接下来会做一个 全线的图书馆的封管 但是呢 阅读的部分 还是希望可以持续 所以呢从就是今天开始 从明天我们就会启动 就是线上阅读 我们有这个云端阅读 那也希望就是说 民众呢来图书馆 可以借书还书 但是就是 可能就没办法 在这个图书馆里面 做一个阅读 那这个部分也要请大家 可以体谅共体时间 虽然收到以前影响 让图书馆来 暂停外头的博物 不过关火也真希望 民众继续保持外头的习惯 同时欢迎大家 多多所用忙碌的电子 记者同意从报道